昨天三百块钱是我爸的私房钱啊 对啊 你怎么知道 他们在吵架啊 你给你电话几个雾用什么事 谁会吵私房钱 这是掌门的啊 你妈的家庭地位挺高的 都怪你 怪我什么事啊 都怪你他们才会吵架的 这叫吵架吗 这你妈一个人吵你爸 小张 叔叔 张婉健宇 你今天把我害惨了你知道吧 叔叔 你不当家啊 你爸老婆 我那是尊重啊 知道什么呀 反正那三百块你今天还给我啊 你不是你请吃饭吧 为什么让我还你钱啊 要不是你 我那三百块能被发现啊 那我怎么知道你连三百块钱都没花 反正我不管 你想不想和她会在一起吧 如果想的话你三百块就还给我 哎呦叔叔 没那么严重吧 钱我也没有啊 不过我有办法 我们可以挣钱 什么办法 你听我讲 阿姨 刚才叔叔说要带我去见她老朋友一起吃饭 我不太想去 为什么呀 真是好事啊 你看我这一身太普通了又那么旧 我怕给你们丢人了 哎呦 没什么好丢人的 这见过古宋吗 不丢人 哎 不行不行 我还是不去了 我感觉我上不了台面 别丢人了 这好办呀 买一件就是了 妈 一会儿我带下去 哎呦 大胃 你就别去了 对对 正好我们俩一起买完衣服 一起去吃饭 对对对 老婆我去 啊 也对也对 我给你转钱吧 要多少钱 一千 新钱 一千 一百 一百 一百呢 一千 一千 叔叔 分钱吧 分什么钱 说好五五分啊 一千啊 有我五百 走得给你准备好了 对嘛 这什么 你以后用得上